今天上午中国河南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保税仓在开封片区开仓 中国河南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保税仓是中原地区第一座艺术品保税仓 也是全国第一座及艺术品仓储保税展示拍卖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艺术品保税仓 同时也是全国第二个在海关特殊相关区域外的艺术品保税仓 据了解文物交易过程中的关税增值税相加后 总额约占藏品总价值的五分之一 文物艺术品入仓保税能为交易带来诸多便利 主要优势就是集中在两点 一个是省钱 省钱主要是什么 在文物艺术品进入这个保税仓之后 在仓内的展示交易 只要不出仓 即使是多次交易和藏品多次一主都不会交税 第一个是省事 我们把这些全产业链条的服务集中到保税仓 配套了文物登记鉴定 艺术银行 保险 外贸 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保税仓内设有展览展示区 保税仓储区 国际商品展销区 多功能拍卖区 四大功能区 具有定期举办各类国际国内艺术品展览及文化交流活动 艺术品的推广与展销等功能 依托艺术品保税仓 可拓展艺术品鉴定 估值 修复 艺术品金融 艺术家交流等业务 有了这个艺术品保税仓以后 国际上的知名的艺术品 还有一些知名国家的这种文物啊 国外著名的这种展览 就可以很方便的到我们中原来 搭建了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为开封电区持续探索艺术品交易领域各项创新 提供了必要的创新载体 请不吝点赞订阅